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dison和大家谈古典乐视 今天要谈的就是一段我前段看到的影片 影片拍摄的时间其实是上年10月左右 说的是一个美国的女高音乐叫Risette Orpesa 她在意大利一间歌曲院进行一场独奏会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当时她已经进入了一个Encore的环节 她又唱了一首《茶花旅》很出名的Semper Libera 如果大家很熟悉这首歌 都一定知道在原剧里面这首歌 其实是中间有一些蓝高音在offstage演唱的 但是到了独唱的时候 很多时候蓝高音的唱段就会用钢琴取代 在那一场的独唱会都是这样做 但不同的就是当钢琴弹完蓝高音的第一句之后 突然之间在台下有位蓝观众站起来唱了出来 令到台上台下的人都十分惊讶 而女高音第一个时候的反应就是 然后就立即改了歌词 就改了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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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多谢 那意思 事后一些媒体报道 其实这位观众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叫做刘建伟 他就表示了 因为其实很喜欢这位高音 要很久的 所以专程去看他表演 甚至是为了他去学了整套《茶花旅》的画我 所以他很懂得唱这首歌的 到那个时刻他就像是胀爆似的 忍不住要爆了 听到没有其他蓝高音唱 他就自高分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就站在身上唱 其实事后也说 其实不是很好意思的 所以呢 所以一幕完结后 他就去到后台 跟那位蓝高音说对不起 但其实得到对方很热情的拥抱 而双方亦互相交换了社交媒体 互相关注 而后来一些网上的片段 或者报道出来之后 看到那些YouTube的留言 都对这件事 或者对刘学生的行为 都挺正面的 不过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不是很厉害这个行为 因为始终古典音乐 也有他的礼仪 而且这样的情况 你在突然之下唱歌的话 其实真的对台上 或者台下的人 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影响 或者真的影响到 他的欣赏的心情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鼓励大家这样做 事实上 那些报道都说 刘健偉都说 刘健偉都说 以后都不会这样做 我也觉得真的不要这样做 因为始终正如刚才所说 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只不过因为在这个案子里 他知道 第一 他知道哪个位是有机可乘 我会这样说 因为那位的确是 可以说是比林高音会唱的 第二 我想因为是去到这个加奏的环节 就是encore环节 通常encore环节 气氛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三 他听起来的确是唱得不差的 如果唱得五音不全的话 当场的观众都会立即剥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一场美丽的小插曲 但也是那句 我自己建议大家各位观众 切勿模仿 我们都会把这段影片的连结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看整件事的来龙去蜜 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意见 看法 share 在下面留言给我吧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会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